大家好,我是POWERCY,今天呢,来讲一下这台乐成SNE 这台机器我已经到手很久了,然后之前出过一期视频嘛 讲了它这个原生的系统怎么样,然后使用起来的体验之类的 但是上一期的视频我也有讲到呢,这台机器我没有办法刷机 所以在视频的最后部分我就说明了我的情况 然后呢,刚好就有一位老哥看了我的视频 然后他就在弹幕里面说呢,他是自己刷机成功了 用了读卡器加内存卡刷成功了,然后已经在使用了 然后就去发私信给他问一下他用的是什么读卡器 我也去买一个来试试看 然后他那个时候没有看到嘛,就过了一段时间后回复我 告诉了我他买的是什么读卡器 然后我就跟着去买了一个 结果就发现原因找到了,就是读卡器的问题 然后我之前演示过我所有的U盘的读卡器全部都不行 只有买他的这款读卡器就可以了 我的方法是没有错的 问题出现在这个读卡器上面 所以呢,有了这个读卡器之后呢 我也就成功的将这台机器刷机成功了 现在他可以刷成其他的Linux系统 然后呢,现在可以刷的系统有三个吧 就是根据HTA它的Github项目上面的 现在可以刷Ubuntu,刷Debian,还有刷这个Arch Linux 它那里提供的固件有这三个 之前那位叫我去买这台机器的小伙伴呢 也有之前问过我说 能否在不刷机的情况下去折腾它呢 那么不刷机的情况下 它就是一个安卓系统了 你安卓上面能装什么软件 它这里就能干什么了 因为它原本是一台私人鱼嘛 是一台轻量级的NAS 你如果想装一些下载软件什么的 我觉得还是得先去Loot 而N3上面有放出这个Loot的包 想要Loot的话很容易的 把那个压缩包下载后放到右旁里 然后进入设置里面呢 升级一下就可以了 就已经Loot了 我这台就是Loot过了 Loot之后你就可以通过装ItWall 给它扩展一些应用 不过要装这个的话 要求你的网络环境呢 要比较好 因为它这个环境需要到国外去下载啊 然后安装的 感觉比较麻烦的 我这个就不打算来讲了 我已经写好了博客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的博客看一下吧 接下来还是来讲 它这个刷乌半图啊之类的 然后我刷好之后是用了几天的 感觉没什么问题 然后我之后呢 再把它刷回这个安卓系统 就是把它刷回来嘛 刷回来 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应该可以随便折腾的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来刷机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机器 要刷机的话 关键点在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接住这里的三个针角 那用什么来接通它呢 我们需要去专门买这个接头来接它的 就是买这种 这种呢 买五个头的话三块多 因为它没有卖一个头的 它是五个头一起卖的 三块多就可以买五个头 它是下面是这样的 就是四条线 然后这里是要你自己去接的 这条红色的线是供电线 我们不需要我们接另外三条 我是这样接的 接在哪里呢 接在另外买的这个USB转TTL 这个好像是六块多吧 所以两样东西加起来就是还不到十块钱 它这里是这样接的 然后这个头呢 它就可以插在这里 这样插上去就 它这里呢 会输出信号 输出到这个USB端口 通过这个 然后就可以把它输出到我们电脑上 我们电脑上也可以通过这个来控制这台机器 它的作用就是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读卡器 我之前也尝试过一堆一大堆的读卡器都不行 加右旁也不行 最后呢就是那位老哥跟我说 他用的是这款绿莲的读卡器 然后我就自己去买一个 这个要20多块 我感觉还是比较贵一点的 就是这款大家可以认一下 这个没有广告的啊 这个就因为他跟我说 他是用这款我就自己去买的 因为我之前我有两个这个 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读卡器 刷其他的机器什么的 这款读卡器一直都可以用 直到碰到这次的热成这台机器呢 就他他就不行了 只有这款才行 然后内存卡的话无所谓 我用的是这种很便宜的内存卡 也可以内存卡无所谓 光键连在这个读卡器上面 只有这个可以认 刷机的过程是这样的 先格式化FAT32这种格式 然后再把那两个文件 放到这张内存卡里面去 之后呢把它插到机器后面的 这个USB2.0上面 插好之后呢 我们用手来按住这里的这个小开关 按住之后再通电就可以了 然后电脑上面呢 我们想要连接我们这个USB转梯TL的话 可以选择使用这个Party 但是我不喜欢使用它 我这里使用这个S shell来连接 怎么用呢 我们点击这里的新键 然后起一个名称 这里可以随便起的热成 因为这里已经建了好几个了 C流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的窗口 这里呢com1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要选择另外一个 如果你的电脑上面有连接多个这种设备的话 你还可以通过这个此电脑 就是到我们的文件管理器这里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我的硬盘已经快忙了 如果有这个硬盘产商的朋友在看视频的话 希望可以安排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的管理 设备管理器 这里有个端口对吧 然后我们我们也可以通过这里来查看 我们这个USB转TTL这个端口号是多少 这样就好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连接了 然后这里看已经连接上了 这个时候呢 我先给你们演示一下 如果我们直接开机 不按那个微动开关的话 它会显示什么 我的系统是root过的 所以直接开机的话 TTL这边是会显示这样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通过DD命令 来备份一下我们这个原生的安卓系统固件 这里我建议大家还是先备份一下比较好 然后我们来进入U旁里面的put load 按住微动开关之后通电 然后来到电脑这边 它应该很快就会出现东西的 看它能否像文章写的那样 加载U旁里面的内容 看来是可以了 然后这里倒计时的时候呢 按一下回车键就可以了 现在这里就跟文章写的一样了 然后就根据简书上面的教程呢 复制张贴就可以了 一行一行的复制张贴 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这里出现OK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重启这台机器了 根据教程输入命令reset 这个时候呢 已经成功的把U boot刷进emmc了 也就是说原本的安卓系统已经没有了 接着还要输入两条命令来恢复默认环境变量 这样完成后就可以断电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下载好的固件呢 写入到U旁里面 这个固件是我自己从Github上面下载下来的 待会呢我把它上传到网旁吧 如果你们访问不了Github的话 就可以去我的网旁那里下载 我待会把网旁的链接呢放在博客里面哦 解压之后呢 同样使用我们之前的这个USB image tool 把它写入到U旁就可以了 写入完成之后把U旁拔下来 然后把它插到热层SNE上面 要插这个2.0的接口哦 不能插那个USB 3.0的 插上这个接口之后呢 再来开机 开机的话应该就会自动的进入U旁里面的恢复系统 这个恢复系统呢是iopine 账号root 密码adme 进入这个恢复系统后 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执行这个命令 然后呢就可以把Ubanko系统 写入到机器的EMMC的 因为这里我使用的是Ubanko的镜像 所以执行这个命令就可以把Ubanko写住EMMC 如果你喜欢其他的发行版本的话 就下载其他的镜像就可以了 道理是一样的 完成后我们就可以执行一个命令来关机Power Off 等它关机后呢 我们就把那个U旁拔下来 然后正常的开机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你的Ubanko系统就已经刷好了 你可以正常的使用它了 那么具体这个系统怎么用呢 我就不讲了 因为以前也讲过很多次了 刷入之后就是一个单纯的Ubanko系统 你要自己一步一步的去配软件 先要更改这个软件源什么的 然后再去装自己想用的应用 最好就装一个Docker了 然后其他的就可以网上随便抄代码 直接建立这个Docker容器 简单讲一下它两个方面的表现吧 首先来看一下Samba的速度 那么读取速度的话应该是在70兆左右 然后再来看一下QB QB我是通过Docker建立的 我这里建立了两个任务 然后这两个任务在同时高速下载的时候呢 总的下载速度达到20多兆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系统的表现还可以 所以这个下载应该还是可以的 所以就这样把它当成下载机的话 它的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功耗我也有重新测了一下 刷成这个Ubanko之后呢 它的功耗如果不装硬盘的话 功耗在2点多瓦 2.6左右吧 如果加上一个2.5英寸的硬盘呢 它的功耗是在5瓦左右的 那这个功耗觉得还是可以吧 如果选择用Power Off来关机的话 就是原本是加上硬盘5瓦的功耗呢 关机之后就剩3瓦了 不过我们当成服务器呢 这方面我觉得倒是无所谓了 因为我们作为服务器是一直开机着 然后呢如果你刷完之后呢 不喜欢这个Ubanko系统呢 想要尝试别的系统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的 你只需要去重新下载其他的固件 然后把它刷入U旁里 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 它现在的话就是默认 U旁是作为第一启动箱的 你启动了U旁里面的系统之后 它是一个恢复系统嘛 你在执行这个EMMC install 就可以刷入新的系统了 然后如果你想恢复成原来的安卓系统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使用DD命令来恢复了 所以之前就叫你们呢 要记得备份一下原本的安卓系统 然后使用DD命令就可以把那个原本的安卓系统呢 给恢复到机器的EMMC里面 就可以恢复回去了 所以就这样来回的折腾折腾 我算是折腾了一片吧 应该就这台机器还是可以随便折腾的 那么就这样使用来说 它应该还算可以吧 我个人感觉 如果你之前能买到这台机器的话 还是可以去尝试刷机 来体验一下的 如果没有就算了 因为这台机器呢 好像它的量很少 我那天视频出来之后 一下子它的就好像卖完了 好了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啊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希望可以帮我视频点一个赞 同时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